好 我们现在要开始介绍我们人体的神经系统 那在一开始先从整个动物的演化的角度来看看 整个动物界神经系统的演化的一个历程 好 看到一下我们动物界有好几个门 其中一个门叫海绵动物门 海绵动物门没有神经系统 它是最原始的动物 它是一堆细胞堆叠成的组织 就形成身体结构也不对称 长了歪心扭巴的一群叫做海绵 所以海绵动物门根本没有神经系统 所以海绵宝宝不是海绵动物门 它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会讲话会走路 它都有完整的神经系统 它绝对不会是海绵动物门 好 那从刺丝包动物门开始 刺丝包动物门以前叫枪肠动物 现在都叫刺丝包动物了 因为它会发出刺丝包来麻醉它的猎物 像是水母海盔这些什么还有水席 刺丝包刺丝包动物就是枪肠动物 干嘛叫枪肠动物呢 它的消化道只有一个空间 它的肠子是个枪状结构 嘴巴就是肛门 肛门就是嘴巴 所以特别叫枪肠动物 好 它的神经细胞是散漫的 散在全身 没有集中 所以叫散漫神经系统 很简单吧 我有神经细胞的 但是没有规则乱散的 所以它是动物界当中 神经系统最简单的 叫散漫神经系统 所以下次你要骂别人 你就可以说 你这个水母干嘛骂水母 你这个散漫神经系统 你很散漫 骂到它 如果最厉害是叫海绵 这个海绵动物门 连神经的系统都没有 好 那比因动物就是蜗虫 下面是蜗虫思义图 画出的这个东西是神经结 然后神经结形成神经锁 然后中间有横的神经锁相连 是不是很像楼梯 所以就叫它梯状神经系统 因为长得像楼梯 好 前面这边的神经结聚集在一起 类似脑一般 它就是在演化上 脑要开始有神经细胞聚集的位置 慢慢形成了 好 所以这个地方叫做脑的雏形 所以蜗虫 它们的这个 北京动物门属于梯状神经系统 像楼梯一般的两侧 然后中间有横杆 好 接下来是节肢跟怀疑动物门 出现了身体分结 所以你的身体一结一结的 你的神经结也会一结一结的 好 就出现了很多神经结聚在一起 就会出现了神经结中 聚集在一起 变成很大的脑 然后脑中有很多联络神经元 连接的感觉跟运动 所以它的神经系统越来越复杂 你会发现整个演化上就是 神经细胞不断的聚集 形成中枢神经系统 像我们脊椎动物 中枢神经系统就很发达 非常的集中 细胞也非常多 好 下面是四一图 这是那个嘴质 嘴质是环节动物门 跟丘蚁一样 它的神经结是一结一结的 昆虫也是一结一结的 脑部一个 死到下一个 前胸中胸后胸一度下来 蟑螂也是 我们蟑螂的神经系统 跟其他昆虫都一样 都在覆面 所以这边画了这个 蓬大的黄色的 就是神经结 心脏在背 神经所在覆 刚好跟人类相反 你的心脏在覆侧 你的大脑跟脊髓在你的背侧 刚好相反 所以早期有一些客人家 有一个理论 昆虫就是倒着爬着人类 或者反过来 我们人类是倒着爬着蟑螂 有这样的说 因为我们神经跟循环性 我刚好颠倒了 有这样的一个有趣的理论 好我们给大家看看 全世界最可爱的昆虫的神经所 脑部刮出来 脑神经节 10到下 前胸中胸后胸 然后这是腹部1号 腹部2号 腹部3号 腹部4号 腹部5号 腹部6号 总共A A是腹部 A1到A6 然后胸部是T1到T3 然后有一个脑神经节 一个10到下神经节 总共有这么多个神经节 最后一个神经很大 前个神经很大 因为它管控 触脚嘴巴这个管控尾毛的讯息输入 就会很大大 这是障碍的神经所 好 现在就总览一下吧 如果是刺丝包的 它的神经是散漫的 如果是海星会集中 因为海星算是比较高的 这是T1状神经系统 这是一节一节的传结动物们 昆虫也是一节一节的 节肢 除了身体分解 连腹肢都分解 其他动物像这个 从软体动物开始 开始有集中的现象 我们刚刚集中的更明显 有明显的中中神经系统 我们的中中神经系统的神经细胞 还比较多呢 多很多 周边神经系统的细胞反而比较少 我们有剧烈集中 这样子的演化趋势 好 以上我们就很快的 把各个动物的状态 他们的神经系统的形态 大家为各位说明到这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